我們來試吃日本人和韓國的朋友們 準備好順序 今天吃了9個台灣的食材 我們從9位發表 我們來介紹的9、8、7位 一番好吃的食材 啊~~很重 我以為這是最好吃 可是我覺得那個味道很重 外國人吃的比較不適合吧 最後這個太好吃的食材 什麼?ベジタブルクラッカー? 開白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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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ac 開啟 開花 開唇 開發 沒有味道 8位的愛吃牌牌 7位 嗯... 這個呢 好吃的味道 這個也沒有味道 好吃的味道 いきます 再試試看嗎 還好耶 嗯... 普通 拜拜 好 那次 6,5,4 3,2,1 6,8,7,6 這是6位 我個人的喜歡 其實韓國也有 在日本也有 ベビースター的固定 那次是5位 這是這個 這是5位 我很喜歡 應該女生都喜歡 我覺得 好吃 OK 那次 4位 可樂 1,7 4,6 6,5 6,2 5,6 4,5 5,6 5,6 6,5 5,6 7,5 5,6 看起來很辣,可是沒有辣 好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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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位 2位 1位 這個 這個 好吃 好吃 這個 日本人和韓國人都好 台灣人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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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個人的 這個 這個 最好吃 我也覺得這個 這個 這個 OK 啊,我腹一杯 真的嗎? 應該我們好飽了 啊 今天的影片就這樣 今天影片就是這樣 解釋了 謝謝 姐姐 對 就這樣 那 這個 就這樣 bize 可以 再多 我们下期再见 这是台湾的菜式介绍 再见 再见 拜拜 再见 再见